五百万游客涌入中国 年度旅游收入可达一千四百亿 奥运之年 中国旅游迎来空前际遇 酒店打折 酒店打折 游客缩水 旅行社冷清 奥运临近 旅游市场为何反遭寒流 三四五月份的话 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们这边的话 就感觉非常明显 欢迎收看经济班晓市 经济频道就在您身边 建设和谐社会是两会代表和委员能讨论最多的话题 120名农民工今天拿到了拖欠三年的工夫 查处非法小民养行动今天全面展开 今年的审计报告再次引发全国关注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是审计处今年关注的重点 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年度骄傲 这是一年一度的经济盛会 经济半小时 关注公众利益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的关注话题呢 还是后奥运 我们会探讨经济的各个方面 在奥运之后会怎么样 眼下距离奥运会开幕 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这两天无论在家里 还是走在北京的酒店商场 甚至是在公交车上 我们总是能听到一首歌 歌的名字呢叫做北京欢迎你 这首歌欢迎的不仅是各国的奥运代表团 当然还包括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 从奥运会诞生的那天起 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会就和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历届奥运会算起经济上 旅游业都是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 而奥运又给每个主办城市做足了广告 面对即将拉开序幕的北京奥运 大家也都盼望着 它能为北京乃至中国的旅游业注入新的活力 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历史数据显示 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 为西班牙带来了260.48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创下奥运会收益纪录之寸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 也分别为举办国带来50亿美元和63亿美元的收益 伴随着大量外国观众和游客的到来 各国的旅游业都成了直接甚至最大的受益 北京奥组委特评专家陈建宇细 2008年北京将接待海外游客近500万人次 旅游外汇收入高达50亿美元 接待国内游客1亿人资 国内旅游收入将达到1400多亿元 如此庞大的商机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 无论是酒店旅行社还是旅游景区 所有人都摩拳擦掌 准备在奥运年大展拳脚 我们大概在整个奥运期间 估计被提供的服务的人数 会超过一万四五千人的样子 北京共有星级饭店816家 客房12.9万间 床位22.7万张 由于看好奥运对旅游业的推动 已经有119家饭店与奥组委签约 成为奥运会官方接待饭店 除此之外 有关部门还评选出598户北京家庭 提供726间客房 承担奥运人家的接待工作 住的问题解决了 还有玩的问题 北京市旅游局还为国外游客精心策划了50条 奥运旅游精品线路 可谓煞费无稀 那么目前制定的八大类50条旅游精品线路 那么比如包括世界遗产油 四合院路游 还有辉煌古都游 人物古济游 王公府府底游 皇家园游 还有包括什么工业旅游 乡村旅游等等 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为了满足 这个不同游客的旅游需求 而制定开发的 不仅如此 7月25日 在北京家里中心酒店主行的奥运旅游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旅游局局长张慧光宣布 由著名导演冯小刚 丹刚指导的北京旅游形象宣传片 北京2008 目前已经设置完成 准备在海内外媒体广为播放 宣传片分为30秒 2分钟 3分钟 8分钟和12分钟 5个版本 将在8月1号开始 在CNN BBC等海外媒体播出 宣传片以新北京新奥运新体验新交费为主题 力求向海内外游客 展现北京的古都风韵和现代活力 吸引了在座的各国驻华大学馆官员和旅游机构代表 而在奥运旅游宣传工作如果如何进行的同时 旅游业内的价格涨幅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北京市旅游局公布的最新监测同期数据表明 奥运期间 北京五星级签约酒店客房均价为3263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2.6倍 四星级签约酒店客房均价将为2227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3.6倍 三星级签约酒店客房均价将为1556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4.2倍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奥运会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 北京的旅游业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酒店接待线路设计到形象推广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北京市旅游局预计在奥运会期间 北京将接待海外旅游者40万到45万人 按照去年海外游客人均消费 1005美元计算 旅游外汇收入将达到4亿多美元 人们都希望借着奥运的东风好好赚上一笔钱 那么此时此刻 北京旅游业的实际情况又到底如何呢 我们再来看看 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延庆县 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这里有举世闻名的巴达岭藏城 规划墓国家地质公园 和风景秀美的龙庆侠风景区 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外国游客 巴达岭景区 更是每年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 在巴达岭当城口旁的购物中心 富有中国特色的各种旅游纪念品 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这对来自墨西哥的姐弟 兴奋地向记者介绍 他们购买的小朋友 我购买了一套 采访中很多外国游客都对北京能够举办奥运会感到高兴 但当记者问到是否为了看奥运才来到中国时 大多数的游客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在龙庆侠景区 记者遇到了一位名叫赵恩玄的韩国女孩 在天津上大学的她 利用假期带着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来到这里悠山玩水 她告诉记者离北京奥运会越来越近 北京的人也越来越多 她的妈妈表示不会继续留在北京 事实上像赵恩玄这样可以方便入境的游客还是幸运的 由于北京近期加大地对外国人入境签证的限制 很多外国公司不得不取消原定在北京举行的商务会议 一些外国游客也不得不更改来中国旅游的行程 今年上半年吧 包括一些人为的或者自然的一些突发事件 然后影响了一些客人到中国来旅游 总的来讲在三四五月份的话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们这边的话就感觉非常明显 酒店业人士更为关注的数据是出租率 位于东城区金宝街的丽京酒店 是一家超豪华五星级酒店 作为奥运会官方接待饭店 丽京已经在各个显眼的位置张贴了奥运相关标志 酒店运营总监郭高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奥运的准备 郭高告诉记者 作为一家主要面对商务客户的酒店 虽然奥运期间这部分客源会有所减少 但会迎来更多观看奥运和旅游的客人 酒店的出租率也很令人满意 然而像历经这样 没有感到什么压力的酒店 在北京并不多 很多酒店在奥运即将到来时 不仅没有执行远高于平时价格的奥运标准价 相反还对房价进行了下调 从价格方面来说 近期的酒店价格比前段时间有一定幅度的下调 下调的主要的一些星级酒店 主要是集中在二到四星级这样一些酒店 然后下调幅度大概是在10%到20%中间 范润军告诉记者 由于奥运期间来华旅游的游客数量远低于预期 作为奥运城市之一的青岛 酒店业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为了保住客源 很多酒店决定推迟执行奥运标准价 青岛呢就是之前 它原来准备是在八月全月执行这个奥运价格 但是由于入住地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呢 它现在有所调整 把这个奥运价格的执行周期调整为 8月7号至8月24号 据一轮网数据 由于预定率还不到50% 北京部分三星级酒店价格 从预计的每天每间3000至4000元 下降到每天每间2000元以内 客流出现下降原因当然有很多 因为公共安全的考虑 入境游的门槛提高了 也有一些游客从自身角度考虑 选择了主动回避奥运客流的高峰 那么那些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 他们的旅游业在奥运会期间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呢 我们也采访了希腊驻华大使馆的旅游参赞 请他谈一谈雅典当年举办奥运会时的情形 在希腊驻华大使馆新闻办公室 Corkides先生热情地欢迎了我们 2005年 希腊刚举办过奥运会一年 他就来到了中国 几年下来 他已经对中国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他告诉记者 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他有很多话要说 Stella, tell us the numbers of tourists and the amount of tourism revenue before and after the Athens Olympics for the city of Athens and for the Greece in general The impact of a successful Olympic Games cannot really measure strictly in numbers because the Olympic Games gives an opportunity to the host country but to the organizing city to rebrand its name and to reposition itself the city in the globe map you become more visible the world's spotlight it is on the country so you look on the long-term impact after the post-Olympics you know, era not before and after immediately 记者注意到 在Corkides先生的书架上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志 每本杂志里 都夹着一个黄色的小标签 他告诉我们奥运会后 希腊花了很大的力气 在全球各地 通过各种媒体 宣传希腊的旅游资源 几年来 希腊旅游人数持续增长 2005和2006年 游客数量分别增长了 5.6%和8.44% 仅在2005年 希腊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入 就高达110亿欧元 到了2006年 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 更是接待了来自全球各地的 1570万名游客 所以 你认为 你认为 在栽域的 Olympics 你其实 有新的生命 进入了 的定义 的 质是一个国家 有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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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yes after the Olympic Games we were surprised to see that not only we BETSERVE OUR IMICE the stereotype of beautiful beaches and sun and sea and culture but also a new modern Greece a security a secure Greece a Greece with infrastructure with hotels now we attract mice meetings incentive conference you know tourism that 它 gives you a lot of value and it is very visible And Beijing is now a North Bay coasting city just like Athens four years ago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experiences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the Chinese tourism authorities to help promote tourism and is there any lessons we can learn any particular issues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So I think the Olympic Games does not only benefit the organized city but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of course the cleanness of the environment but most important the attitude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people it really will leave an impact and mark on future ways to explore the tourist market for Chinese China has been, people are afraid of China China is a giant, is a superpower but the Olympic Games it will project a peaceful China it will project a modern face of China that is unknown to people before they came here and we know that you've been station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you've had experiences with not only the Sydney Olympics but also the Barcelona and even the Atlanta Olympics So as an expert in the Olympics and tourism is there any like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ympics and local tourism in those countries as well Barcelona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urist destinations for world travelers Sydney, Sydney although it's far away, rebranded its name for investment and refocus again on a lost continent and Greece rebranded its name not just Sun and Sea but a secure country for investment and also for a new modern European country and I believe China will benefit exactly the same and I think that the games will project not just you know an athletic event in a world scale but it's a celebration of culture and what really China is today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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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可缩水 旅行社冷静 奥运临近 旅游市场为何反遭寒流 三四五月份的话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们这边的话就感觉非常明显 欢迎收看经济翻小时 经济频道就在您身边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刚才希腊驻华大使馆的旅游参赞 Stelios Korkidis先生和我们分享了 雅典举办奥运会的一些经验 奥运会所带来的旅游商机 绝对不是比赛的那十几天 它对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推动力 才是最宝贵的资源 其实对北京乃至中国的旅游业 我们也应该带着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 奥运会不是终点 好戏才刚刚开场 刘德谦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 长期关注奥运会对各国旅游经济的影响 在他的办公室里 他为记者展示了一个表格 上面包含从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后 奥运举办城市的旅游业收入变化情况 在这个表格中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前后旅游业收入 没有明显变化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旅游业收入出现了明显下滑 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情况相似 奥运会后旅游业收入都有了显著提升 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情况却是先降后升 世界各国举办奥运会的城市 它奥运期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是多因素出身的 有的在奥运年下降 有的在奥运年上升 所以说没有什么规律可信 但刘德谦也告诉记者 虽然奥运会期间对当地旅游业的影响无法精确把握 但从长期来看 奥运会一定会对举办国的旅游业和整个经济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我们应该看到奥运会出示到北京旅游接待的增强 奥运会的时候出示北京旅游接待硬件的改善 出示旅游接待的水平的提高 这样一来的话 它就为北京今后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除此之外 为迎接奥运 北京共新建国家体育场等体育场馆12个 改阔建奥体中心等体育场馆11个 刘德谦认为 鸟巢水立方等场馆 在奥运会后作为重要的奥运遗产 都将成为北京宝贵的旅游资源 事实上 很多酒店旅行社和其他旅游服务机构 已经及时调整目标 把精力更多的放在了奥运会后 在北京历经酒店 执行总监郭高告诉记者 酒店已经着眼于奥运会后 90月份甚至更为长期的客源 在携程旅行网工作人员 不仅与全国数千家签约酒店加强合作 布局奥运后旅游 还建立了携程英文网站 并在国外进行广泛宣传 希望在奥运会后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中国 然后我们在英文网站方面呢 就是除了在英文网站方面的一个组件 然后我们还在Core Center 就是我们的呼叫中心里面 增加了大量的一个英文预定人员 以更好的就是为这些外界来话人士做这个准备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旅行社企业集团之一 中国国际旅行社也对奥运会后的北京旅游业持乐观态度 那么通过奥运会的实际上展示 也会让更全世界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的 正在发生的很多巨大的变化 我想这些都是这个后奥运时期 作为旅游点来旅游这个行业来讲的非常好的亮点 所以我想就是毫无疑问的 奥运之后的旅游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快车 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举行会长陈建玉记 到2010年 北京将接待海外游客500万到530万人次 旅游外汇收入达53亿到56亿美元 接待国内游客1.11亿到1.12亿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1730亿到1780亿元 一部以新北京新奥运新体验新消费为主题的宣传片 似乎在告诉人们奥运旅游就此拉开了大幕 但是很多旅行社和酒店期待中的火爆场面却并没有出现 奥运期间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数量 远远低于我们原来的预期 这难免会让一些指望着奥运旅游行情的人大失所望 但是如果他们通过历史的眼光来看奥运旅游 一定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 我们相信奥运会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拉动作用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奥运经济不是一锤子买卖 而是一种长期的影响 由于各种原因 很多奥运主办城市在奥运会期间的旅游经济效益并不明显 但是伴随着奥运会 人们提升了城市形象 提高了服务意识和服务品质 主办城市的旅游业 大多会完成一次里程碑式的跨越 北京奥运会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旅游消费 而是长远的城市定位 它不但有助于确立北京 上海 青岛等中国城市 在世界城市版图上的强势地位 更有助于让世界认识我们 了解我们 从而将更多的关注目光 投资机会和旅游热情带到中国来 还是刚才那句话 奥运会不是终点 好戏才刚刚开始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